不小心弄丢了车牌懒得重伴 有车主竟然异想天开自己DIY 换连警方巡逻的时候 察觉有意拦下车子 发现说这个车牌的材质不对 字体还异常反光 偏偏车型 车号跟车主的资讯都没有错 追问之下才水落石出 换连警方日前巡逻 发现这辆车车牌好像哪里怪怪的 不但会反光还有点凹凸不平 立即上前拦了下来 车号是没变 可是就是材质不一样 小电脑一插车型车号都没错 驾驶也是车主本人 但车牌却不是监理战发的 而是车主自己DIY 用竖子 竖子 没有机器啊 没有啊 竖子要用手绘 怎么会DIY车牌 原来一切都是发懒惹的祸 驾驶坦言因为车牌遗失懒得花钱重伴 异想天开用竖子加上喷漆自止车牌 我们发现该车牌材质有益 经调查车牌为素质等材料制成 全案一 偽造特种文书案 韩宋花莲地检署侦办 金属车牌变塑胶 虽然乍看跟真的相似度很高 但偽造就是违法 有美工天分却用错地方 一时懒惰最后还是得付出代价 记者陈金言花莲报导